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各位家人们 我们今天又回来了 今天我要做什么呢? 告诉你我今天要做一件大事 因为我们明天要去领内华达州的驾驶 内华达州的驾照 我明天要把我家的驾照换成内华达州 所以做之前要做什么事呢? 第一件事情是 你的车子在换驾照的前一天 车子要先拿去验它的排气 make sure 它的排气没有超过标准 才能拿到车子的驾照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去看这个排气 这边美国排气测验是怎么样子 你们应该还没看过吧? 来 跟我们去看排气测验 我们现在要去看排气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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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排气里面没有超过空气的标准 来 我们看看它是怎么样做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做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做 smart check 它只要我的zip code 然后 enter the zip code以后 它会把我的license plate写下来 写下来以后 它会开始做测验 测我们的公司 如果你们知道它是新测验 订阅之类的 但他们仍然会给你 OK What? It turns out 我们有三年可以免费 只要是新测的话 三年之内不用 It reads the computer Oh, that's it That's it So simple After 30 seconds 它会让我们知道 如果它是转移好 Awesome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You're right When we're ready to do smart We're going to come back to you Thank you 各位家人们 我们省了17块钱哦 刚才那个好心的空气测调员 告诉我们说 只要我们的车子是三年之内的新车 就不用测 就不用测那个空气排气管的质量 所以我们省下来17块钱哦 好好哦 17块钱可以去买泡沫奶茶 Bubble Tea 然后还有另外你如果是开电动车的话 像Tesla啊 或者是一些电动车的话 你也不需要测 因为电动车没有引擎 所以根本也不需要测排气管 好啦 这就是SmartCheck的Daily Log 好啦 那就这样子吧 我们明天去换驾照咯 要换内华达豆驾照 跟California Say Bye 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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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